赌王三房千金何超连越来越高调 之前与圈中男友斗骁秀恩爱 现在干脆自己上综艺节目大使的出发 算是一条腿踏入了娱乐圈 随着节目播出 何超连与斗骁的关系再成焦点 有网友发现 这对情侣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合体露面 在南方生日也一改放闪的习惯 网上找不到一张铜矿照 两人不寻常的举动 即被揣测感情生变 过去三年 何超连与男星斗骁爱得如交似器 两人相恋不久 赌王边离世 在丧礼上 斗骁以准女婿身份陪伴在何超连身边 外界都认为 斗骁豪门驸马之位非常稳固 刘嘉玲曾误会 何超连与斗骁已经结婚 闹出笑话 超连成亲后 嘉玲笑言 看到他们那么恩爱 还以为两人已经是夫妻了 何超连多次在访问中透露 他已认定斗骁为伴侣 但之前要为父亲守孝 所以推迟婚期 去年 何超连客串斗骁的综艺 《追星星的人》 他在节目中表示 与斗骁相恋两周 就已经知道对方是真命天子 斗骁对他的宠爱以及专一 让他感受到真爱 即使过了热恋气 两人都愿意为对方改变 这是一段成熟的男女关系 何超连确实为斗骁改变了不少 住在香港的他 为男友定居上海 连生意版图都转移到当地 不但刘嘉玲 不少网友都认为他们的关系跟夫妻无异 今年5月 何超连生日 斗骁发文祝福并称呼女友为媳妇 两人婚讯再被热炒 算一算时间 何超连跟斗骁差不多可以结婚了 此前一度传出超连怀孕 网友纷纷到社交网留言区恭喜斗骁 一来祝贺他当父亲 二来替他从此步上青云路而开心 没想到 只过了几个月时间 两人就被揣测情变 12月18日晚 可能何超连看到了相关报道 他跟网友互动时 特意提及他跟斗骁斗斗的甜蜜现状 否认分手 有网友要求何超连发布他为斗骁庆生的照片 超连笑言 不给你们看 言下之意 他在男友生日当天已悄悄飞到浙江片场为其庆生 照片肯定有 但他不想公开 另外 也有人问 斗骁喜欢何超连做什么菜 超连甜蜜回复 都爱 两条微博足以证明何超连跟斗骁打都打不散 网友取消斗骁 做豪门驸马不容易 斗骁完全可以回怼 我看容易得很呀 何超连还顺便告诉网友 自己早在今年三月就扬了 以过来人身份建议网友多喝水 虽然何超连亲自辟谣 不过他与斗骁之间不是一帆风顺 女方是豪门千金 男方是万千宠爱及一身的男明星 两人都有个性 磨合期对情感影响很大 此前 斗骁与何超连在机场疑似争执 两人一前以后 男方像在发脾气 走得飞快 女方一直在后面追赶 上前拍他的手臂 但不获回应 场面相当尴尬 事后 何超连解释 是因为男友戴了耳机 所以才没有反应 但网友普遍不相信这一说法 何超连为了保护男友 发布两人合照 立正感情甜蜜 对于有网友诅咒二人分手 何超连许下诺言 我就是不分 态度相当坚决 今年五月 斗骁与陈都林合演的新剧 《良辰豪景知己何》播出 其实斗骁完全可以凭该剧总红 但他完全不配合吵碎屁 没有像其他电视剧主角那样 以角色身份与搭档秀恩爱 网友猜测 斗骁是为了避嫌 他害怕女友吃醋 其实 这本来是小事 但何超连不甘心男友的努力被抹杀 他在自家粉丝群吐槽 只有女演员通过抹黑斗骁来营销自己 猫头直指女主角陈都林 何超连越骂越起劲 连原著小说的粉丝都得罪了 结果激怒《良辰豪景知己何》的作者 导致超连黑历史被挖 为了平息事件 他不得不向作者及粉丝公开道歉 此事之后 何超连与斗骁收敛了不少 直到最近 女方参加综艺节目 外界才再度关注两人感情 从何超连快速辟谣的态度看来 他对男方痴心一片 结婚应该不远了 恭喜斗骁 前段时间有一期节目 何超连看到了刘欣 他大声惊呼 并问身边的人有没有看到 只是大家都没有看到 这使何超连有点失落 就在何超连失落时 斗骁一把搂过他 在他耳边轻声说 It's your dad Cause nobody else saw it 斗骁简单的一句话 让何超连幸福地跳了起来 而看完这期节目的网友 纷纷在网上留言 夸斗骁情商高 温柔 宠女友 看着他们的恋爱这么甜 大家纷纷希望他们早点结婚 然而在近日 就有网友爆料 豪门千金有心人 反而同旧人秀心爱 有钱也不能为所欲为嘛 虽然该网友没有指出 该豪门千金到底是谁 但有网友猜测是何超连 并且猜测何超连斗骁已经分手 对于此 何超连斗骁没有正面回应 但何超连下午在社交平台 晒自己的猫 在评论区回复了粉丝对分手的疑问 称不用理他们 表明了爆料所传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有记得有一次媒体采访何超连 问他和豆霄谈恋爱 是不是朝着结婚出发 何超连动情地回答 如果拍拖不是向这个方面出发 这就不是认真了 可以看出 这次和豆霄 何超连开始的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并且彼此如此用心的恋爱 怎会轻易分手呢 那么何超连有着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他和豆霄又有怎样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先从2011年说起 作为台湾歌手吴克群的粉丝 何超连跑到深圳观看吴克群的演唱会 演唱会结束后通过朋友的帮助 他在后台见到了吴克群 两人互留了电话 这电话一流 爱情产生了 为了见男朋友 何超连特意跑到台湾找吴克群 让吴克群难以忘记的是 作为豪门千金 何超连第一次和他在台湾吃饭 提出的要求竟然是一起去吃卤肉饭 一起逛夜市 在这之后 何超连每次去台湾都会吃卤肉饭 而吴克群会骑着摩托车 载着他去外双溪掉虾 这使吴克群感觉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 他觉得这样很酷 只不过他们这样低调的恋爱 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2011年8月 吴克群被拍到驾驶自己的跑车 带着何超连夜游杨明山 两人的恋情被曝光 但吴克群却说两人只是朋友 虽然吴克群没有公开承认 何超连的女友身份 但在外界看来 他们的表现和正常情侣无异 2014年 吴克群终于向外界承认 和何超连在相恋 他说何超连一点都不豪门名媛 很值得珍惜 他还说 我会好好保护他 公开恋情后 最让吴克群烦心的 是总有人说他拍上何超连后 可以少奋斗30年 吴克群非常不爱听这话 他一直听从母亲的教诲 白手起家 不能用女人的钱 为此他与何超连所有约会 旅游的费用 以及何超连从英国到台湾的机票 全部都有他买单 他对媒体说 我希望自己能让人倚靠 不希望我身边女人需要花任何一分钱 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快乐 代表我有能力 然而即使如此 两人之间的感情想要再升级却很难 吴克群一直坚持不婚主义 他坚信只靠一张纸承认的婚姻不会幸福 不过他也表示有意外情况 那就是女友意外怀孕 他会选择结婚 只是还没等来何超连怀孕 一年后两人分手了 结束了四年的感情 何超连悲伤地在社交账号写下 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流泪 不会再执着一切真真假假 最重要的是 我会永远记住分开的那一刻 你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 可以让我提醒自己不能再这么傻 也许有一天我会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学会怎么样更爱自己多一些 2020年 周扬清首司时间管理大师罗志祥的《渣男行径》 作为周扬清的闺蜜 何超连在她的社交账号下留言 你经历的我也经历过 我知道那有多痛 很佩服你的勇敢 加油 我的胖胖 何超连的这段留言 疑似暗指当年吴克群劈腿才导致的分手 不过这时候的何超连 已经从这段卑微的感情中走了出来 因为他身边已经有了豆硝 2019年3月 何超连在参加一个时装的品牌活动时 与豆硝相遇了 一个月后 有网友偶遇豆硝带着一位美女和朋友聚会 该网友发现 豆硝和该女子在餐桌上有说有笑 豆硝还不时地握住该女子的手 还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 两人的关系十分亲密 聚会结束后 两人同回酒店 有人拍到 他们二人在电梯间拥吻 该女子疑似是豆硝的女友 随着照片的曝光 眼间的网友发现 和豆硝拥吻的女子 正是独王之女何超连 面对恋情传闻 豆硝和何超连都没有打太极拳 4月28日 何超连在社交账号上公布了与豆硝的恋情 她写道 哈哈哈哈 嘿 包底 狗粮狗粮 一分钟后 豆硝在社交账号上回复了同样的文字 可以说 作为艺人 豆硝并不害怕因为公布恋情而失去粉丝 她坦然地取爱 并且对何超连给予的爱给出积极的回应 近日 独王女儿何超连通过个人账号 晒出了与男友豆硝一起去寺庙祈福的照片 通过镜头可以看出 何超连当天身穿灰色防晒服 头戴鸭舌帽 大扮非常低调 而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何超连在祈福敲钟时 小夫隆起非常明显 疑似已经怀孕 而且在祈福过后 何超连和豆硝还在当地一家饭馆吃饭 女方的饮食习惯也有了变化 在吃完鱼腥草后 还坦言自己不会觉得恶心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怀孕的传闻 该消息曝光后 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豆硝对何超连的态度永远在阳光下 不会像吴克群一样 让她做隐形恋人 她会带着她去见她的家人 朋友 会带着她光明正大的旅游 如果两人无法见面 两人就保持每天最少通一次电话的习惯 写到这里 余晴在这里 还是祝福他们幸福 毕竟找到对的人真的不容易